這個中央編的預算 他也沒有公文給我們 我們當然是不曉得 而且老實講 我看他昨天到今天 變來變去 把事情做好就好 到這個時候 還要去搶工幹什麼 我就覺得很奇怪 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人家要送我們 我們都說謝謝 我們需要3200萬劑 你只有70萬劑就解決問題了 我也知道 政治上還是有宣傳 不過還是要務實你 重點是要發到 我們這個 實際要打疫苗的人的 手上才有用 要不然講一大堆 所以重點不是how much 還有一個是win 什麼時候 蘇貞昌今天稱 編列了特別的預算 早就已經匡列了 40億的相關預算來做支援 可以讓接種疫苗的民眾 免掛號費 這個政策全台灣人民一致 並非是只有台北市民 特意有說市長是在收割 市長怎麼看 事先知道中央有編列相關的預算嗎 這個中央編的預算 你知道 它也沒有公文給我們 我們當然是不曉得 我想 預算是編一回事 其實 政治的核心 是執行力 就是執行 而且老實講 我看它昨天到今天 變來變去 在我們台北市是這樣 不管是現在的公會 還是以後的什麼什麼自費 我們現在是通通免費 我也覺得不應當做身分別不一樣 有時候現在打是不要錢 那以後打要錢 又有點身分別的很奇怪 所以台北市本來策略就是說 你只要是台北市民 我們是市政府照顧的對象 那就不管是現在未來 從現在開始就是不要再去收錢 只要 我們會有這個政策是因為 我們到第一線 實際視察那個打疫苗的狀況 發現說這樣做都免費掉 然後用人頭費 付給那個施打的單位 它可以簡化很多行政的程序 加速流程 要減少市民的負擔 我倒覺得這樣 把事情做好就好 到這個時候 你知道 還在 還要去搶工 幹什麼 就覺得很奇怪 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 中央有什麼計畫 只是說 因為我前幾天 我有實際到第一線 去看打疫苗的地方 我們過去 像我們打流感疫苗 同樣是打流感疫苗 你去醫學中心 七一醫院 第七醫院 甚至診所 掛號費都不一樣 甚至到那個 我們這種聯合醫院的門診部 掛號費50塊 可是在里長那裡打是不要錢 所以這很奇怪 同樣是打流感疫苗 你知道 因為你在不同的地方 你要繳不一樣的錢 所以我們當時在設計這個 整個打疫苗的系統 因為我們要這樣方便 只要去就可以 我們不像說 金錢變成一個因素 你知道 所以讓民眾去跑到那個 不要錢的地方去打疫苗 這樣的話 我們那些 現在這些醫院 你知道 它就不能發揮作用 所以我們在思考 所以當時有說 我想也因為這樣 你知道 為了鼓勵市民 提高這個接種率 你知道 另外一個是這樣 既然他來打疫苗 你知道 你就不需要再給他掛號一次 然後要打疫苗的時候 那健保卡再插一次 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乾脆 為了這個行政效率可以提高 你知道 就把那個掛號跟那個問診合併 這樣的話也不用再掛 再跟他說掛號費 所以為了提高這個接種率 為了提高行政效率 而且減少這個民眾跟醫院的負擔 事實上 用人頭費是最簡單的 就是加加減減 求一個平均數給他們 所以我們當時就打算說 這個每一劑 你知道 再補他100塊 那事實上 我們大概算過了 如果是以涵蓋率50% 我們大概要準備2.23億 如果涵蓋率是70% 大概準備3.30億 這本來就打算從 我們的災害準備軍去處理 那所以 我們不管怎麼樣 這個 中央說 全台灣都不用錢 我們樂觀其成 不過 不過這本來我們就是 有這個計畫 所以是因為我們到實際上 第一線去處理 你知道 就發現為了要加快行政效率 你知道 然後不要讓這個 因為不同的錢 引起這個 老百姓要去打疫苗 還要選地方 這些困擾 你知道 所以乾脆就免費 這樣可以讓我們更有效率的 去規劃 打疫苗的地方 這個我是聽不懂 因為一般疫苗發下來 就是打到完為止 所以沒有什麼 施打率多少 反正 中央發下來就把它打完了 那另外一個是這樣 我們當然是疫苗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打完了 你知道 但是我們要考慮那個成本效應 所以通常是這樣 如果你五萬劑發下來 我也不見得說第一天要把五萬劑打完了 因為那個打疫苗還是有成本的 所以我們的策略是 以最適當的一個速率效率 把疫苗打完 所以我們絕對會在 每一次發新的疫苗來之前把它打完 你像最有效率的 成本效率最高的方式把它打完 至於說那個發下來的疫苗都打完之百會打完 你知道 所以就不懂那個施打率46%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看不懂 市長日前說過萊豬也吃了 軍火也買了 但不到兩週的時間 美國今天送了75萬劑的疫苗給台灣 會不會覺得之前話講得太快 這是這樣 人家要送疫苗給我們 我們都說謝謝 不過是這樣 台灣是2,300萬人口 所以 有時候是這樣 也不是說 這75萬劑的疫苗就解救了 我們2,300萬的人口 如果用70%算一算 我那時候算過是大概要3,200萬劑 所以是這樣 人家要送我們 我們都說謝謝 但是這樣 也要考慮那個量夠不夠 所以 我們難道我們需要3,200萬劑 你給我70萬劑就解決問題了嗎 所以是這樣 我也知道 政治上還是有宣傳 不過還是要務實你知道 現在我們市面上很希望打到疫苗的人 真的都有機會被打嗎 還有那個 像那個莫德納 5月28號就進來了 到現在還沒發下來 所以是這樣 重點不是說你要給我們多少 重點是要發到 我們這個 實際要打疫苗的人的手上才有用 不然講一大堆 所以重點不是 How much 還有一個是5月0 什麼時候 這些 這些都要解決 Given他們 Given他們 最初 Biz 感谢观看